这次环岛演习呢,可以说,使我军的联合作战能力,侦察预警能力,远程打击能力,还有精致制导能力,多种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,也起到了震慑台独,震慑境外干预势力的这样一个作用。 我们看这次的环岛的这样一个演习活动,首先在侦察预警能力上,无论是对美国的里根号的航母这样一个威慑,还是对佩洛西专机都起到了作用。 比如说佩洛西在串访台岛的整个过程当中,都在我军的严密的监控之下,佩洛西的专机不得不舍近球远,绕到了菲律宾岛的上空,反映了我们的侦察预警能力还是很强的。 那么同时呢,在这次的演训活动当中啊,可以说是多军兵种联合演习,也演习了多种科目,比如说联合封控,对海攻击,对陆打击,还有这个制空作战等等。 这说明我军的大体系之中下的联合作战能力得到很大提升。